大家好,我現在在大阪港 大阪港是他們非常多選擇坐船的地方 就像香港的維多利亞港 我身後就是所有人都來的 那個是水族館 大阪水族館 很多親節活動 很多家庭日 大小孩很適合 我之前來的時候沒有紅葉拍 這次拍到紅葉有另外一種感覺 其實也挺漂亮的 我試著不再重複我的旅程 但是大阪 如果你沒有什麼預算 基本上是有市值的 唉,真可憐 一千多二千日圓有一次是傻的 漂亮喔,漂亮喔